大家好,歡迎來到我們日更頻道 同大家看過澳門新聞 澳門在3月的時候發生了一宗曲折離奇的電話詐騙案 而根據報導,有一個女人受到海外電話詐騙 不單止損失了人民幣350萬 更誤信騙徒去到墨西哥,最後怎樣呢? 根據澳門的司警透露,警方在3月份 在澳門有一個女人,懷疑受到電話詐騙 沒了350萬,然後就誤信這個騙徒 瞞住家人去了5到6個國家的地區躲起來 然後更加去到墨西哥的偏遠地區 警方接到報案之後,就在中國的外交部、公安部門、 國際刑警及墨西哥警方的協助之下派遣了調查隊 去到當地解救這一個被害人 警方講道,這單案件是值得大家去三思的 呼籲各方要做好防詐騙的宣傳工作 一個女人能夠有350萬被人騙其實都不容易的,不是一般人來的 這類的騙案可能大家覺得欺騙人的可能是窮人 或者是不叫太有錢的人被人騙,其實這些是錯的 你看回這麼久以來的騙案,其實很多都是有錢人被人騙的 你見到其實他們很容易抓到這班人的心理的 就說公安部門查你呀,你放些錢下來怎樣怎樣怎樣 不講真,如果錢乾乾淨淨,人家怎會查得到你呀 我剛才說的就是所謂的公檢法啦,而這一個情況啦, 其實這個女人應該都是很有錢的啦,你想下, 給完350萬被人騙了啦,然後還能夠去5-6個國家躲藏 因為你還要生活的嘛,要坐飛機又要勞費,看來現在這些騙子 越來越懂得向這些有錢人落手呀,不過有樣東西都要讚的, 我猜不到呀,澳門的警方竟然是能夠去到墨西哥派埋調查隊去當地解救被害人哦, 這一個劇情呀,完全好似警察故事呀。 好啦,那今集呢,同大家看到這裏先啦,大家有什麼想說, 下邊留個言啦,那我們下集見啦,拜拜!